第十课 提高自己 一 课文 有一个人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, 但是他很不满意自己的工作。 一天,他愤怒地对朋友说, 我们头儿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, 改天,我要对他拍桌子, 然后辞职不干。 你对你们公司的业务完全弄清楚了吗? 对于他们做国际贸易的技巧完全搞通了吗? 朋友反问他, 没有。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, 我建议你先把他们的一切贸易技巧、 商业文件和公司组织完全搞通, 除了能熟练的操作电脑以外, 还要学会程序设计, 甚至连怎么修理打印机、 复印机的小毛病都要学会, 然后再辞职不干。 他的朋友建议, 你把你们的公司当作免费学习的地方, 什么东西都搞通了以后再走, 不是既出了气, 又有许多收获吗? 那人听从了朋友的建议, 从此刻苦学习, 甚至下班之后, 仍然留在办公室加班, 还常常开夜车, 练习写各种商业文件。 一年之后, 那位朋友偶然遇到他, 就说, 你现在大概都学会了, 可以准备辞职不干了吧。 可是我发现这半年来, 老板对我刮目相看, 最近还让我担当重任, 又升职又加薪, 我已经成公司的红人了。 这是我早就料到的, 他的朋友笑着说, 当初你的老板不重视你, 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, 却又不努力学习, 后来你刻苦学习, 他当然会对你刮目相看了。 只知道埋怨领导的态度, 却不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, 这是不少人偿饭的毛病啊。 二、生词 提高 贸易 愤怒 头 改天 拍 拍 弄 技巧 反问 君子 报酬 文件 熟练 操作 程序 设计 甚至 修理 打印机 复印机 毛病 免费 记 又 出气 听从 从此 刻苦 刻苦 留 加班 开业车 偶然 刮目相看 担当 重任 重任 升职 升职 身 红人 重视 能力 足 满愿 态度 饭 五 练习 一 语音 一 变音变调 反问 访问 甚至 称职 修理 秀丽 不足 补足 埋怨 满眼 重视 充实 二 朗读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学然后之不足 君子之交淡如水 良药苦口 利于病 中颜 逆耳 利于形 学来 辣 居 感谢观看